所以我覺得最大的你一直買 所以我覺得你一直買同一個品牌球鞋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 所以我覺得你一直買同一個品牌的球鞋的最大原因就是你喜歡它的版型 你喜歡它的固定的 所以我覺得你一直買同一個品牌的球鞋的最大原因不是因為你喜歡這個品牌 而是你覺得你穿的舒服 你喜歡它的版型 因為它的版型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買一個 所以我覺得買一個 那麼買同樣品牌最大的原因 所以買 買一個球鞋 買同樣品牌的球鞋最大的原因我覺得就是因為版型固定 你不會因為你買了一雙新鞋 然後同一個系列 然後下可能明年你再買一雙 所以買 所以買同樣品牌的 所以買同樣品牌的重點 所以買同樣品牌最重要的不是因為你單純喜歡它的品牌 你喜歡它的品牌可能是一個因素 但是你買同樣品牌最重要的我覺得就是它的版型固定 你不會因為你明年再買一雙新鞋 結果發現哇賽版型完全不一樣 跟你的腳完全不合之類的問題 你買同樣一間 它單純可能旁邊的設計啊 它的包覆性稍微改變一點 它的材質稍微改變了一點點 但不會完全它的版型 就是它的每一間公司都有一種特殊的版型 我也不知道 就是像是Nike 我覺得它就是比較特別窄 所以就不適合我的腳 那可能其他肩 這邊特別硬 像是鞋底的軟軟QQ 特別硬 那我也不太喜歡 那我這樣子買了一大堆 買下來 我就是覺得Puma最適合我的腳 就是每次穿上去 穿個一個禮拜吧 你就超級舒服了 因為你新鞋會稍微 它的旁邊會稍微硬一點點 那大概穿一個禮拜 你就沒有什麼大問題了 我不會說 你不會說 我不會說 你可以最適合的 你不會說 我不會說 我不會說 你不會說 你不會說